各位刚才高宏斌说的最后这一点 其实是今天上午解密里面最核心的一点 就是说阿里巴巴实际上不是某一个高明的人 把一个战略点定在那里固化在那里 而是说创造一个在愿景使命价值观驱动下的这一群人 不断在需求中读到更深的痛点的需求 然后不断地演化和调整战略 这个过程是 所以它的战略制定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 它的人才 它的整个人力资源的体系变化 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其实驾驭一个动态的一个东西呢 比驾驭一个就是静态的完全不动的 或者是一个平衡状态的一个东西啊 不知要难多少倍 你去观察一个汽车 你去开着的时候 让你去观察汽车和你静在那个地方观察 你是完全两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需要一把手 它比较好的这样一个驾驭能力啊 那我点评一下 今天的三位的这个嘉宾 第一位呢 实际上Echo在湖畔大学曾经讲过 因为他讲的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需的事情怎么实了做 实的事情怎么需了做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很多的公司都没有去解决 或者说很多的公司没有想清楚 要不要解决 我先说清说一下呢 这个事情在湖畔大学讲完之后 我们的同学也有很多人在学 我觉得外界有很多的公司 在学阿里巴巴的这样一个文化 尤其是一把手创业者 我觉得如果不把自己想清楚说 你真正认知到你的业务模型是什么 你在哪个领域里面 你在哪个产业 你要做的是个什么事情 你做这个事情需要一群什么样的人 这个事情如果一把手创始人没有想清楚 你就去学阿里巴巴这个做法 这是一定会失败的 同时这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的很多的人力资源BP 在阿里巴巴内部的平台上非常优秀 被挖在各处 散落在各处创业者的平台上 他们做出的成绩跟他们以前的业绩 完全是没办法看成一个人 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的原因 就在于说 其实阿里巴巴的人力资源是说 马云想清楚他要干什么 他干的是什么 他需要一帮什么样的人 他不把这个事情想清楚 虚的事情实了做 虚的事情虚了做 这都没有用 因为你再做 也不是那个味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创业者 首先说价值观要不要考核 不是说价值观一定要考核就能成功 腾讯就不考核 有很多公司就不把虚的事情实了做 同样能成功 因为他不考核 适合他那个业务形态 适合他的发展阶段 他就不用考核 所以这一点事情我觉得是特别特别要重要的 因为我其实为什么我要针对这样说呢 因为我闻到很多创业者 他有一点点中毒 我特别 因为今天是阿里巴巴生态系统解密 我怕大家都去走阿里巴巴的那个路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业务形态不一样 你今天做的这帮人也不一样 然后照他原来的搞法 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所以学他是说 要学他的思维的逻辑 说我要做一个这么个事 我需要这样一帮人 我需要这样来做 他想清楚了 你再这样去做人力资源 所以我觉得今天 虚了事情实了做 虚了事情 虚了做这两点非常有价值 但是一定是在一个前提下 这是我想分享的 那个虚了事情实了做 那个上面的东西都是虚的 底下的什么433 计校考核 360度 大家记得那是石的 那是虚和石的结合 底下写的那个东西 那个石的东西 我想告诉大家的 其实你看Echo是什么出身呢 是吧 500强出身 实际上阿里巴巴 当然阿里巴巴是一个巨大的 一个生态系统 你观察它 你总是能够就像 盲人摸像一样观察到一角 但是据我观察到的一角 我觉得它的整个组织结构 是非常非常标准的 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核 加上了江湖文化和有情有义的 这样一个文化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它是在文化主导 其实它制度主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个制度就像这个房屋的 钢筋水泥结构一样 它是让这个房屋不倒的 最重要的基石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按西方现代企业制度 来做的这样一个公司 它的原来的官民生 也是记忆中国的吧 记忆是一个培训全球 跨国公司的一个母公司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牛的 培训机构叫克劳德村 这个呢在十几年前 我们请杰克·沃尔奇 到对话的时候 就杰克·沃尔奇 是那地方非常常年的讲师 他在那地方培养结班人 你去看开始阿里的 六脉神剑的时候 和六个Sigma 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所以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把它的企业 能够扎下根 能够固化制度性的建设 是现代企业制度 最标准的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 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我发现这个的时候 其实是 我自己也是吓了一跳的 因为我说 好像是一帮有心有意的人 文化的力量 统一了整个公司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他如果没有制度 在后面的话 实际上这个公司 不可能这么强壮 还有实的事情 虚了做 我觉得这一招的话 我刚才说 Echo你这个做得太漂亮了 因为实际上是 他把企业内部管理 他已经是相当于 APP化和工具化 流程化 更重要的是数据化 他把企业内部 比如说一个P9 或者一个产品 或者一个管理 或者说一个技术 把他们的能力 进行收集 收集完了之后 进行数据化 能力模块化 然后精准地匹配 这个在一个小的里面 这个亮点的价值 我觉得要多大 有多大 这一点 实际上是今天 我觉得人才市场上 最要命的点 所有的企业 都在找人之痛 其实他在内部 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解决 实的事情需了做 虚的事情实了做 就是说把人才 能力这个事情 这么实的 做了业务的建模 最后呢 给创业者的定义 他也讲了 我呢 只是在这放大一下 我特别怕大家 把那个 他们的那个 多少条 不能最后一路人 什么什么 这些东西 然后直接搬到公司 这一般的话 就和你的整个文化 是不适合的 我们刚刚跟高鸿蜜 看了一个公司 这个是人人车的 李建那个地方 他的文化就非常有特色 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分的 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分 他文化说 我就是一周上六天班啊 我就是这么大的强度啊 没有KPI啊 做不起来就 你就觉得这个工作很恶劣 这个任务很重 那你怎么着呢 你就走呗 反正你也不是我们要的人 你就走呗 很简单 他第一年第二年 他就是要生存 你愿意在这工作六天 你说你星期六要休息 那你就走 你不适合我们公司 你不是我要的人才 然后你把业务要做到这个 这个程度 他做一个模糊化的描述 说那我做不到 做不到那你就走呗 所以他的公司就非常简单 你做不到你就走 这也是他的文化 你不能说是不好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 他能生存下来 这是非常好 适合他的东西 就是最好的东西 所以我特别特别怕 最后说掀起学习阿里巴巴的浪潮 大家都是去把虚的事情拾了做 拾了事情拾了做 怎么样在内部去做数据 怎么怎么弄 其实一百个人以内的公司 说老实话 就是吼一嗓子 就是最好的管理方式 我这说的比较极端 我就是特别需要 就是阿里巴巴的那个0到1 那个1里面 是最要命的是产品的需求 0到1啊 那本书在中国非常的火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特别的 觉得好像怎么样 其实0到1最核心的东西是说 你是不是找到了一个需求 或者这个需求是社会上 有人愿意为此买单 而且比较痛的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你能不能满足 然后约翰说 能不能持续化的满足 那如果说你这公司 能够做到那个上市 最后发展成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还有一条就是说 你能不能大规模 或者高效率的满足 大规模高效 因为最后拼的就是你的效能 还有你的规模化的能力 所以这个事情说 阿里巴巴的那个0到1是什么 它和任何一个公司的0到1 没有任何两样 就说这个需求 是不是一个痛点的需求 是不是有人为此愿意买单 是不是你能够比较好的满足 是不是你能够持续满足 是不是你能够高效满足 是不是你能够大规模 我长时间的满足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回答好的话 你的公司今天火了 明天一定不会火 这就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个东西 所以阿里巴巴的跟别的公司 没有任何别的两样 因为我们在湖畔大学上第一课的时候 当时因为马云现在已经是一个企业艺术家 我认为他是一个企业艺术家 他讲的愿景 使命 价值观 战略 运营模式 组织 KPI 这几个要素 在他手中就像那个魔术师一样 像一个魔方一样 他可以任意翻来 任意把一个要素放大缩小 他已经是一个艺术家 那如果我们每一个创业的人 听他讲这样几个元素 玩得这么好 那我们好像总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左手 其实需求是我们的全部的出发点 他的公司就是要把那样些 有想解决中国WTO之后 就说或者之前一点 一大堆外贸出口的人 把东西卖到全世界 他开始就是这需求 那是B2B的需求 后来说C和C也有这需求 然后不同的需求 后来说那个我需求我想买东西 可是我怕人家骗我怎么办呢 那你要有一个信用担保的需求 所以他支付宝说你敢付我敢赔 这个需求把他又推到这了 然后最后说那我要快点送啊 他有菜鸟 那后来说这么多东西 不做云计算不行 他自己做云计算的根本是说 他自己内部业务的需求最大 还有当然了 最后慢慢的也可以给他创业的需求 就是说最后就这么一个 跟他们算了一笔账 说如果你不做云计算 你的公司就破产 你看你要用多少服务器 就这一条 是业务需求 最后说数据 没有数据的话 你淘宝上就赚不了那么多钱 数据 银箱 你就打不了那点 所以我觉得需求这两个字 一定是我觉得狠狠地贴在 我们创业者的头上 这个事情和后面两个人讲的 完全是一脉相承 人力资源的主要的需求 来自于内部的员工 员工就是他的客户 所以他把底下的人服务好了 就挺好了 可是我们公司是对外部的需求 去满足他 我觉得这是Echo讲的 那后面讲的两位呢 我把它放在一块点评 这两位呢 一位是整个是双十一的 这样一个活动的来龙去脉 还有一个呢 常规的运营 阿里呢 是非常盛产运营的人才 对吧 大家知道 腾讯盛产产品人才 百度的技术人才是很棒的 所以这个BAT三家都有侧重 所以当我们说 今天上午讲阿里三件宝的时候 他的愿景使命 价值观和人力资源的 这样一套模块 这是非常大的一宝 是在那样的宝价护航下 他做大结构 大运营的时候 他的双十一才能成功 所以这是上 第二个 朱吉鹏上来讲的 一个很重要说 我在Echo后面讲 我才是对的 否则说你平地起来 你怎么能够玩个双十一呢 但是从这里面呢 我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 一项活动 除了说 余扬说 持续地来做这个事情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我看到很多公司 在2009年开始 当时的交易量 大家可能有点忽视 因为被后面的 571亿 会非常的炫目的 那个数字 会吸引 实际上你一定要把眼光 盯在当年2009年的 5000万 5000万对于一个2009年的公司来说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数据 那如果你反复无常 你的决策没有连贯性 实际上在2009 2010年 你就可以把它废了 很多公司就是这样 半途而废 那只有他从2009 10 11 12 13 我是13年 从下午一直到晚上12点多中 全程见证他这个模式 从这个时候 奋斗了已经有5年的时候 其实整个消费的那个节点 才出现 所以后来 李克强总理说 你创造了一个消费时点 这已经是在他运营6年的时候 所以很多公司的政绩 是说 朝令夕改 或者弄完之后 在这挖个井 停了 在那再挖个井 又停了 所以很多是这样 我说的很多 也和我们公司的业务探索 是相关的 实际上你认定 朝一个目标往前走的时候 他一定慢慢地把它做 慢慢地做起来 这个过程 我们要承受 这里面的一个寂寞的 探索的一个过程 这是第二 第三 其实余杨也看到了 这个事情 实际上对我们现在 创业者 特别特别有借鉴的 就是说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所有你们的市场人 都会跟你说 流量呢 你做众筹 那你能够有京东那么多流量吗 有淘宝那么流量吗 有百度那么流量 没流量 你做什么呀 其实我可能是说说的比较绝对一点 在我认为今天所有的大规模打广告的行为都无异于自杀 我真的是认为是这样 而且用外在的力量带流量的方式 基本上在移动互联网这样一个今天这样碎片化需要场景带动购买的今天 我也觉得比较的危险 一个营销如果说是在你内在的柴火全部都是干的 然后只需要划一根火柴扔上去就新兴之火可以点燃的时候 营销是起作用的 如果你内部的业务需求的整个的状态 转动的状态不是说一根火柴插上来 就是点燃的话 我觉得你这些钱都不要瞎花了 基本上没有用 那什么样的方式有用呢 实际上呢 就是刚才最后周南分析的那一点 就是你跟你的用户去一个一个的沟通 一个一个的就看他们的真正的内在购买的那个动机 那个心理的需求在哪里 把这个东西找到了之后 如果能抽象出一种特征 最后你能够把它产品化 最后能够把它持续的运营开来的话 你的流量就来了 所有的小公司都是有一点点的小的需求和口碑 变得成大公司有流量的 而绝不是从外面这种强贯的方式打着流量 我觉得那么多人在央视打广告 在央视打广告的公司绝大部分 你们去看看今天的结果 实际上已经证明了 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说你的公司内部的业务运营形态 没有做好之前 不是一把干柴能点着的时候 千万别花这个冤枉钱 我就差一点犯这样的错误 这次我们在湖畔上学的时候 史玉柱在上面分享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大规模打广告的时候 实际上那个货并没有铺到那个货架上 那个广告的那个点在那 播出那个点的人想去买 有足够的动力去买那个货的时候 你的货三个月以后才到 实际上你相当完全是浪费了钱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正面的例子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说全部场景的时候 全部的购买的时候 大家说送礼 送礼这个事你还能想到别的吗 你想不到别的 后来我看到很多公司说送礼就送这个送那个 我说那你就学人家一点意思也没有 因为送礼 这个事情被史玉柱已经定格了 定成脑白金和他画等号 所以高级的营销是在消费者里面 建造你的脑袋里面的image 我要买的时候我的心理动机是什么样 他为什么他会把送礼这个事两个字 你听起来特别容易弄出来 他实际上每天早上去那个公园找各个大妈跳舞的 因为他是中老年的产品 街头舞的去谈 实际上他们不购买 他们舍不得购买 他们是指着他们的儿女们给他送礼 所以他的送礼是在这个场景里面把它构筑出来的 实际上他是在跟用户的交谈过程里面 得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所有好的东西是和需求相连的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讲的是阿里的三健宝 但是没有讲的就是说 其实最大的一个就是所有阿里的今天能够创新的点 都基于用户的需求 没有这一点的话 就是无本之木 无缘之水 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点落在这 我特别怕大家真的下去学 因为我已经看过好多人种什么腾讯的毒 当然腾讯还好一点 腾讯因为它没有特别成体系的东西 但是它那个方法它也是一种方法 你不能说它不是一种方法 是这样 在世界上除了人是要死的 等少数几个绝对的东西 你是不可以愉悦的 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有别的可以尝试的东西 我觉得认知到这一点 我是花了很多力气的 我说好像就只有这样一个方法 不是 很多方法可以达到刚才我们前面放的片子的喜马拉雅山 很多方法 有那么多爬山者都爬上过去了 一定从北坡爬 从南坡爬 从西坡爬都可以吧 也许从别的另外一个西北三十度也是可以爬上去的 所以这本质在于说你的需求在哪里 你是怎么样组织人力来满足这样一个需求 持续的 规模化的 长时间的 及时的满足这样一个需求 所以我觉得上午两个字呢 我觉得核心的两个字要给到大家的话 就是需求两个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